症狀是什麼感冒 症狀就是我會 頭腳炎 嘴破 就是有一點免疫力的失調 對 然後再伴隨著過敏 加感冒 所以才會切到肋骨疹 吃多久 一個多月 馬上這裡就 淋巴這裡就腫起來 那體重沒有 體重沒有 因為我其實沒有什麼食物 但吃了這個藥會讓我有點餓 但我不知道 為什麼會餓 因為吃太多藥 找不清楚什麼都會讓我加 對 是怪病 怪病 現在很流行耶 好可怕 沒有啦 沒有啦 撞鬼 收金也都收了 有啊 一直生病生不好 我就想說去收個金 沒有啊 好好的啊 我覺得我太累了 可能壓力有點大 因為這個免疫系統是跟壓力有關的 對 我可能有點壓力 有什麼壓力 所以我可能休學就好了 唸書 然後加上我最近要出書 然後再準備 所以可能有很多事情吧 就是累積的 我自己不知道 加上我又很認真的運動 我會在消耗我的體力 所以可能我太push我自己了 就是有一點撐過頭了 它就爆發了 對 因為真的查不出什麼 我什麼都做了 我身體全身健康檢查都說了 沒有 找不出原因 沒有原因 對 對 聽的時候師傅有說什麼 沒有 是星天公那一種 阿婆能跟你講什麼啦 就是感恩而已啊 我不是去找那種 就是可以開天的那種 沒有 沒有沒有到那麼玄學好不好 也沒有病到這樣要去做這種事 所以現在還在吃嗎 沒有沒有 我這兩天停了 對 因為感冒比較好了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也沒有什麼症狀了 就慢慢停藥了 所以現在大概恢復幾層了 恢復幾層啊 我覺得 我還是有點覺得就是 怪怪這樣 類似 應該有六七層 至少有點體力這樣 嗯 妳今天還是很有評分 非常 對 對 就是整個臉還是在淘 蘋果肌是這裡 對啊 就是這個 這裡也是 我們是整個臉都圓起來這樣 對 蘋果肌 妳的身份並肥重子 沒有